好了,今天我们继续看看新加坡的模型思考法 因为这个思考法实是太过有趣 可以破解到以前我们都觉得学生处理有困难的文字题 特别一些要表达两三个数据之间的关系的文字题 这个视觉化的方程都是几有用 这个五条文字题都是来自洪sir的介绍 来时新加坡一篇研究文章 这五条文字题都给新加坡的学生去做的 但用过model method 他说第四题最难的 我们今天试试选选选第四题来处理 就是这题了 这个做法很简单的 你看到文字题 他说一句你就画一句 即是画图表达 我们看看第四题 他说a tank of water with 171 liters of water 有光水总容量是171公升 他说大库图处住了 待会儿光水里分开三个容器abc 所以这个挺好表达方法 用大库图处住 即是total volume 即是视觉化那件事 好跟着他有三个containerabc 咦同样的好像 有a b c 有a b c 那这些生命虹的abc 他说b has three times as much water as contained a 即b是a的三倍 但我们又不知a是多少 这个做法就是他说一句我们就画一句 即是不要看完整个题目先去画 那好像将题目斩键处理 这个就是divide and conquer的一个方法 好 那这b是a的三倍 我可以a画一个格仔 一个长条 或者一个格仔 那b就是三格 或者三份 对不对 那视觉化呢 很明显就是b一定达到a 对不对 match到这里 containerb has three times as much water as contained a 很清晰的这件事 a比b一比三 或者b比a就是三比一 好了 接着c has one over four as much water as contained b c就是b的四分之一 即是说呢 这三份再站开四份 b本来就是三格 现在要切四份 那这里就要这样切 somehow c就是占其中一份 我们搬低一点点 其实这里不够一格 这里就是三格里面 摊开四份 它占四份之一 因为c has one over four as much water as contained b 这个1 over 4就是平分 对不对 将这三格平分做四份 第一份 第二份 第三份 第四份 c是二分 对不对 其实这个就是三和四 三和四格 好 接着就问 how much water is there in container b 就是b究竟呢 有多少水在里面呢 现在看一幅图 很明显b是多过a b是a的三倍 但是c是b的四分之一 即是四分之三 基本上来讲 C是少过a的 A是一格 这个c是四分之三格 但是我们要想想 如何把它写出来呢 如果是以太太太强比小五年班做的数 那这儿我们可能就不要 不要当equation 那我们当一份一份的计 这个一份 这儿呢 就有三份 这儿呢 就是三over四份 这样 一加三加三over四 这么多份 一份你当一格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一百七十一 那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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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 那这儿呢 一百七十一 除回呢 十九 那九九八十一 是啦 除了九的 是啦 乘回四就还要 那所以一份呢 即是一百七十一 再乘回四 再除回十九 是啦 是啦 那这儿呢 那这儿呢 一份就是三十六 那所以这个呢 三十六 那这个呢 就是三乘三十六 就是一百零八 那这儿呢 就是四份三乘三十六 就是二十七 那这样 那这个呢 一百五十四加一百二十七 那一百二十七 那一七一 那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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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机会可以不用 那这个X unknown variable 那X呢 去当一个equation去 solve它 那这样 那画图 是 几个后表 可以试到呢 ABC三者之间呢 的关系 那你比较容易 看到哪个大哪个小 因为基本上 这个都是类似 一个bar chart 这样的形态 好 这条片呢 我们讲到这里了 那我下条片呢 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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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